一切都被你说中了 一切都被你说中了 自从我选择逼宫夺位 就注定要重判亲历 雨晨 刚才我弹的那首曲子 是父王教我的 那时候我才刚会说话 父王告诉我 君子有情相伴 便能消解忧愁寂寞 可他一定没有想到 我不仅学会用情消解忧愁 还会亲自对他下毒 将他逼下王位 雨晨 你说我是不是这世上 最厚颜无耻的人 雨晨 我错了吗 我失去了父王 失去了兄弟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老师 爹 真是 总是 有兴趣的 你去哪里 这是帝银的手臂 是父王临死前 托阿末交给我的 这瓶 是阿末亲手配置的灵药 可以蓄骨生金 帝银 今日就要离开五神山 你将这两药东西 一并交给他 并且转告他 我可以放他自由 但他必须发誓 永生不得再回灵人 嗯 二哥 等一下 这是大哥让我交给你的 还有这是嫂子亲手调制的药膏 她可以帮你接上你的断手 我有两句话想对你说 第一句大哥让我转告你 她还你自由 而你永生不能踏入凌云半步 第二句是我做兄弟的想对你说 第一 不要再跟圣伦斗下去了 现在的凌云蒸蒸日上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圣伦的功劳 我相信无论你 我还是韩燕 都不可能比她做得更好 我知道你想做王上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是为了让凌云更加强大 可你看看现在悬幕的下场 你应该早就知道当初圣伦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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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过你的生活吧 二哥 算我求你行吗 我不想看到咱们兄弟之间互相残杀 圣伦为王败者扣 我低音彻底输了 我认 我即刻离开凌云 永远都不再回来 讨厅 保重 你也是 大哥 其实你不必这么累 身为凌云王 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是你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大慌动荡 凌云在两大王族之间求存 有些事如果我不去做 又有谁能去做 可是 这会令你更加痛苦啊 这就是身为王的宿命 大哥 从今往后 只要你能用到我见忧的地方 你就直接说 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 谢谢 儿臣参见父王 今天召唤你们前来 是因为你们大哥 玉晨和云桑的婚事 如今婚期已尽 到时会来很多的宾客 执若 在 你来负责接待宾客 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儿臣遵旨 儿臣遵旨 季仪 在 你协助之若 切莫怠慢 是 儿臣一定完成好此事 姐姐 如今婚期近在眼前 咱们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如果有的话 我立刻差人去办 一平常规矩之办就好了 此次联姻 乃是玄牧和宣扬的大事 无论如何都得办得风光得体 咱们玄牧可不能再宣扬丢了面子 风光得体 常熙啊 从今往后我走了 就没有办法再照顾你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会一直守护着玄牧 要是找到合适的人 就赶快嫁了吧 姐姐我没的选择 不想你重蹈覆辙 我知道 你为这个家 已经付出的太多了